腦袋佩服台灣超商 各種服務都讓人驚豔 台灣的便宜商店的高科技 所以超越我的想像 你給我一個QR口 居然可以印出說明書 吧 我腦子就爆炸了 台灣的便宜商店一定會有廁所嗎 沒有維生紙 旁邊有一個紅色的按鈕 浮嶺啊 沒想到我依然 全家就開始兩樓 各位觀眾請注意 今天晚上11點 東森綜合32頻道 2分之1強 3分之1 1 2 2